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父亲是自己的班主任 妈妈在外地工作 家里还有一个姐姐 这天晚饭后 小美回到房间和闺蜜视频 她看出闺蜜脸色有些不好 于是就问她是不是生病了 正是闺蜜说 妈妈从外地回来后有点感冒 还一直吵她咳嗽 所以自己可能是被妈妈传染感冒了 而正在两人聊着天时 一架纸飞机飞到了小美的房间 她捡起纸飞机 一看就知道是邻居肖恩飞过来的 她挂顿视频凑近窗户一看 果然肖恩在楼下跟她打招呼呢 因为小美对肖恩也有好感 所以一记得邀约她就高兴的下去了 但正在两人愉快的交谈时 肖恩的肌腹不合时宜的出现了 因为他们俩的关系不太好 所以看到肌腹来后肖恩就走了 转眼到了第二天 生物课上老师叫学生们取寄生虫的方法 小美和闺蜜一组 两人学的特别认真 可是这时 闺蜜突然止不住的咳嗽 她连忙跑出了教室 小美在一旁很担心也跟着出去了 可等她找到闺蜜的时候 她发现闺蜜正在地上不停的抽搐着 这时她连忙找了个卷发男子看着闺蜜 自己去叫医生 可后来还没等到医生到 闺蜜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因为怀疑闺蜜感染了蚯蚓病毒 学校取消了所有课程 所有学生全部回家自己复习 等待开学日期 晚上小美和姐姐在家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 父亲告诉他们 她现在和母亲在一起 因为道路封锁无法回来 你们只能自己在家过几天了 小美听完很难过 但姐姐却很开心 还准备叫区男友 转眼到了第二天 小美被屋外的响动吵醒 她下楼开了门 直接门口两个纸箱子 三人划开箱子 刚在里面装着创口贴 口罩 消毒水等等 后来他们才明白 这是在分发对付病毒的日常用品 晚上姐姐带着男友和小美去参加了一个派对 派对在一栋正在装修的房子里进行 在里面小美遇到了萧恩 期间两人交台圣环 双方都好感倍增 可狂欢的夜晚突然被一声惨叫打破 一个卷发男子向人群走来 他就是当初看守闺蜜的那个人 此时的他早已不像人类 嘴里还不断的吐出像蚯蚓一样的软体虫 派对的人四处逃窜 而为了救小美 姐姐却被男子盼了一脸的血 后来好在萧恩及时出来将男子打晕在地 大家才得意投出 回到家后 姐姐努力冲洗自己 想要避免被感染 第二天早上两人醒来 妹妹下楼做饭 而姐姐在呆呆的站在窗前 因为她总感觉脖子上有些异常 一摸还感觉有个小孔伤口 但因为这不是所说的感染病毒后的症状 所以她就没太在意 晚上独自在家的两人 突然听到门外传来萧恩的急促的敲门声 姐姐本想阻止小美开门 因为她不清楚萧恩是否被感染 但小美还是开了门 萧恩匆忙进屋说 自己的继父被感染了 希望能够在这里赞助一下 他们同意了 深夜随着时间的消逝 姐姐突然倒地 跟闺蜜的症状一模一样 这时他们才知道姐姐被感染了 没有办法的小美只能将姐姐暂时锁在厕所 后来她想起课上学的知识 于是准备替姐姐取出身体里的寄生虫 她先用药物混在食物中 让姐姐吃完安静的睡着了 然后剥开姐姐的头发 新胶部将呼吸孔封住 让里面的虫子呼吸困难 而当虫子伸出呼吸孔时 小美迅速扯下胶部 扯出了虫子 但即使是这样 姐姐还是没能救回来 她已经被感染 是回不去了的 可小美不舍得对姐姐动手 只能和萧恩离开了这里 他们准备去找爸爸妈妈 和他们相聚商讨办法 但两人是否能够顺利找到父母 与家人相聚 一切都是未知 只有等到血迹出现 我们才能知道吧 至此全编结束 好了 今天先到这里吧 喜欢我就关注哦 我是小美